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代言的冰红茶 开卖销量破50万 新品直接秒断货 因为他是王一博 所以才会有如此让人惊叹的表现 你说他如今过于低调 降低曝光 可是却不妨碍他的人气依旧抗打 来看一下王一博全心代言的康师傅冰红茶 一开卖 就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 销量轻松突破了20万 更是在过去的三小时里 当款销量突破10万 总成交额估计三小时内 更是高达了500多万 这个数据着实看出来 王一博的带货能力跟人气到底有多旺 你不出现的日子尽是想念 你一出现便会惊艳众人 说的这不就是王一博吗 不得不说 顶流的头衔不是随便可以拥有的 他坐拥千万粉丝 这更不是浪得虚名 品牌方果然是看准时机 更看中了这个顶流的人气 都说名利背后事 一页账目 但是在王一博这里 揭开看 真是繁花似锦呢 以前很多人都说 王一博的资源牛 代言更是接踵而来 都在强势争抢 一直都在抱有吃瓜的态度 如今看来 抢不到王一博正常 抢到的都绝非等闲之辈啊 高品质高质量高人气 成就的就是多方盈利 共同发展 很多人因为王一博拍戏 减少曝光率 一度认为这是故意降低人气 要活的节奏 各种质疑声此起彼伏 却不曾想 人家的人气依旧如故 不降反增 娱乐圈中有几个顶流 还有几个实力 跟人气兼备的 再看下有几个属于 真正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屈指可数了吧 曾经的顶流 大部分都已经转型 或者人气回落 实力抗打的 依赖作品的太多于单一化 并非被如今的娱乐圈 再度青睐 从一开始 好多人看好王一博的 就是他的全能型 实力与颜值并存 多才多艺 更在专属领域成就了自我 更重要的是 他的年纪正是 当下C世代中的代表 自然会带有 与众不同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王一博独树一帜 在内娱活成了自我 没有参照 这也是为何 王一博的各项表现 都会备受瞩目的原因 因为独特加顶尖 很多人有人气 却太多于单一化 各方面都做不到出圈 徒有人气 终究抵不过现实 依赖实力还需要 你有过硬的业务能力 更重要的是 你需要特立独行 王一博的商务代言 堪称一绝了 被多少人忌惮 更是呈现了王一博现象 这只能说 得益于王一博自身的优势 太过于明显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数据只是为了让大家 看一下王一博的人气 依旧如故 就是为了好好地 让他继续输出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欣赏与支持的方式有很多 小妖唯一做的 就是用笔尖的方式 传递一份力量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丰盟筹 盟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丶 感谢观看